3,2,1,moo 大家好,我是Cooking Momo 新年之後就是派狗糧 抱歉,吃狗糧的日子 單身狗們,你們準備好黑超味 雖然我也是單身狗 但我決定給友情人的各位 一個放閃光蛋的好機會 一起做梳芙梨 準備兩個梳芙梨的杯 我家有很多這些可以入焗爐的梳芙梨杯 有小、有大 不同顏色都有 今次小月的杯 是直徑8cm 高5cm的杯 在杯底和內側 用掃一層軟化的牛油 這裡有兩個大的重點 第一,茶油要非常均勻 第二,要用底向上掃 這樣可以幫梳芙梨 在焗的時候平均向上膨脹 避免它焗得出來會又軟 又長來不長 接著就可以倒些白砂糖進去 現在倒轉杯 牛油會黏著糖 而糖就可以佈滿整個杯 將多餘的糖倒出來 倒入另一個杯裡 輕輕拍杯 倒下剩下多餘的砂糖 接著就可以放在一邊 打兩隻雞蛋 分開蛋黃和蛋白 如果你不太擅長分蛋的話 可以在碗裡打一隻雞蛋 然後輕輕用匙巾搓蛋黃出來 用手把蛋黃的蛋白拉走 這樣就可以分開蛋黃和蛋白了 在蛋黃裡加兩隻蛋黃 和8g的砂糖 用打蛋器打空氣進去 蛋黃的黃色變淡 和體重會變大三倍 接著就可以放入20g的低筋麵粉 用打蛋器輕輕拌在一起 在鍋裡加130g的全脂牛奶 如果你有錢 可以加雲呢拿夾 用刀畫開雲呢拿夾 再用刀背刮雲呢拿紙出來 把夾和紙放在牛奶裡面 什麼? 你問我為什麼不加雲呢拿夾? 由於Cooking Moo Moo沒有廣告 沒有收入 所以沒有加雲呢拿夾 也是很正常的 用小火加一些牛奶 直到鍋邊出現小的泡泡 然後就可以把少量的熱牛奶 倒入蛋糕裡面 把兩隻混合在一起 然後就可以一邊倒入剩下的牛奶 一邊攪拌均勻 蛋黃壺裡面的糖和空氣 可以防止熱牛奶煮熟一點蛋黃 然後就把奶糊倒入鍋裡 如果你有落到雲呢拿夾 就記住過篩去到夾 一邊用小火加熱 一邊快速攪拌奶糊 直到出現紋老變成糊作 這個就是Custard 卡士達醬 用保鮮紙貼著Custard的表面攤凍它 以上全部的步驟都可以先早點準備好 放在一邊 然後過幾個小時的作用都沒問題 要熱烤爐到180度 記得要在打蛋白之前就要熱烤爐 不然的話就會趕不及 在蛋碗裡面加兩隻蛋白 和10g的砂糖 用打蛋器打到它們硬性發泡 為了證明不用用電動打蛋器都可以打蛋白 我用盡全力用手動打蛋器來打 咳咳咳 寶寶我沒力了 等我來啦 這個時候 你會在抓緊你的機會欣賞一下你男朋友的二頭肌 可以用他的老小子來發力 呃...除非他沒有啦 或者可以讓男朋友捉住你的手 你一起打蛋 你移一下 嗯... 嗯... 硬性發泡代表你打蛋白打到它們站起來 當你輕輕拿起打蛋器的時候 然後... 蛋白箱的尾端應該不會掉下來 或者可以反轉大碗 你會看到蛋白箱不會掉下來 然後可以用同一個打蛋器打鬆些卡士打醬 把一小半的蛋白箱加入卡士打醬 用蛋器把兩個混在一起 因為兩者的濃度非常不一樣 所以你就要犧牲少少蛋白箱 令卡士打醬變得輕盈 然後就可以加入剩下一大半的蛋白箱 這次就可以用刮刀從下而上 這樣把它們拌在一起 我們叫做Folding 用這種方法來保留最多的空氣感 平均地倒入剛才準備的杯 用刮刀或者刀背來刮平表面 然後就可以用手指和食指捉著杯邊環繞一周 這個方法可以令梳乎你在焗爐裡平均地向上升 放入焗爐焗20-25分鐘 直到它表面呈少少焦黃色 然後就可以滲點糖粉上去趁熱吃 記得要設定場景 快點拍照 快點打卡 不然梳乎尼很快就會沉下去 不過吃梳乎尼真的好像在吃通氣感 吃完都不知道自己吃了什麼 記得Like這條影片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祝各位有情人情人節快樂